美国众议院主席呼吁中共拆除防火长城 多地紧急发通知排查中小学生海外研学团 菲律宾总统下令禁止网上赌博 切断中国人犯罪温床 花地玛拉吃6亿早监狱杜绝狱内黑帮滋生 加拿大发学生签比去年还要多 多数给了印度学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 血压不稳 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 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国的中医理论 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 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 三高代谢宝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 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 来听一听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吧 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宝 血压从140降到了110 他说 刘先生的胆固准职也恢复了正常 视力变好了 精神也更好了 他说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 温和调理 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 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众议院聚焦中国议题的特赦委员会主席 撰文呼吁中共政府拆除网络信息防火长城 并且停止对言论的审查和限制 让中国人民不受限制的去了解真相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22日 对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撰文说 如果习近平决心要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沟通障害 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拆除讯息防火长城 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 是指中共政府监控全国网络资讯出入境的硬体和软体系统 也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 穆勒纳尔在文章中说 防火长城阻止了中国公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讯息无法流入中国 中国人民也无法将讯息传出 脸书X平台Instagram和YouTube都被封锁 中共已经将互联网变成了其政权终极控制人民的工具 总部在华盛顿的非盈利组织自由之家 去年10月份发布年度全球网络自由报告 报告结果显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3年下滑 而中国的网络自由程度更是连续9年在全球倒数第一 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 人工智慧被用来作为压制网络自由的新状况 报告指出 中共政府大量的投资人工智慧企业 以确保这些公司为其统治服务 中共国家网信办经过多年的尝试 已经能够透过演算法 合成媒体和人工智慧对中国的网络环境进行严厉的审查 穆勒纳尔说 在人工智慧和尖端技术的帮助之下 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的所有资讯和言论进行监控 现在甚至将资讯控制的技术延伸到海外 在华为海康威视和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的冠军企业的帮助之下 中共正迅速的向国外出口及监控技术 穆勒纳尔所主持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 将在星期二以中共防火长城和坚实技术输出为题召开听证会 并且针对相关问题邀请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 开放科技基金会副主席科雷春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博 和中国数位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肖强将出席作证 穆勒纳尔表示我们应该让中国人民不受限制的去了解真相 这意味着用真实的资讯反击中国的审查制度 打击中共向全球输出监控技术的行为 这也意味着要确保国内的透明度 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身的真相 他们知道自己的同志是建立在那种只有党才能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谎言之上的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大量的中国学生组团出国旅游 然而据传多地教育部门近日紧急发布通知 要求全面排查中小学生参与的海外游学团 以防范所谓的推崇西石正体美化西方文明 据港媒《新岛之报》7月22日的报道 河南 沈阳 甘肃等多地相继发布通报指示教育部门与文旅部门紧密合作 对中小学生的海外研学团展开全面摸底排查 通告特别强调需要警惕推崇西石正体美化西方文明等内容 称此类项目存在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 针对这一现状 西网之声记者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 他表示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 中国人民的普遍不满 中共的一党专政独裁都到了一个极端的状态 造成中共政权 中共的这些屠材者 他们的信心的一个崩溃 已经感觉到极端的恐惧 已经变成了一种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已经极端的极其的不自信 所以呢 他就只能采取一个极端的手段 那就是要把全中国人民的眼睛给蒙上 把中国人民的耳朵给堵上 让中国人听不到看不到外面任何的信息 接触不到任何外面的世界 这样的话呢 共产党他告诉中国人 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呀 让你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 賴近平说 中共采取的是物理隔绝方法 让中国人不要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就是完全的把中国人封闭起来 关在这个整个的思想 认知的牢笼里面的一个极端恶劣 邪恶的一个做法 这也凸显了中共呢 他真的是极其没有信心 本来按道理的中国的 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学生 都在中共自己制定的 这个严密的教育体制之下 他用的所有的洗脑灌输的措施 从幼儿园娃娃开始抓紧 他仍然觉得恐怕会失效 恐怕会有一些漏洞 所以他要打补丁 哪怕是暑假有一点点时间 他都怕孩子出国 会受到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样的影响会危及到他这个政权 所以就说明了中共呢 是极端的政权 极端脆弱 极端的恐惧 极端的没有信心 赖金平表示 中共采取的是一种极端野蛮的方法 对中国人民进行家破和奴役 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学术自由 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一个公民 不管是大人小孩 你想去哪里旅游 去哪里学习 去哪里观光 这本来都是最最基本的一个人权 他居然用这样的一个严护的方式 限制中国人出境的一个基本权力 所以呢 说明这个政权呢 就已经到了无意附加的一个程度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宇明的采访报导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氏下令 立即禁止在菲律宾广泛存在的 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网上博彩业务 并且指责这些业务涉及金融诈骗 人口贩卖 酷刑 绑架和谋杀等犯罪活动 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彼时中国人经营的线上博彩行业在菲律宾空前发展 以该行业为掩盖的电信诈骗 人口贩卖等其他犯罪行为在菲律宾一度猖獗 小马克氏22日在演讲中表示 这些赌博机构伪装成合法实体 他们的业务已经涉足与博彩最不相干的非法领域 对我们法律制度的严重滥用和不尊重必须停止 菲律宾将加紧努力通过与友好国家建立安全联盟 来增强防御能力 以应对菲律宾在南海领土利益受到的威胁 他补充说 菲律宾只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但现任总统小马克氏上任之后 菲律宾宣誓其对南海的主权主张 并且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 从去年以来双方在南海的冲突日益升级 最近一名菲律宾小城市的市长被指控伪造身份 遭质疑是中共的女间谍 并且为赌场实施犯罪活动提供便利之后 引发了网络热议 今年的3月份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对丹路省班班市一处博彩赌场 进行了突击行动时 倒破了一座占地8万平方米的网络博彩园 发现了电刑诈骗等犯罪活动证据 该处有近700名员工 包括202名中国人与73名其他国家人士 突击行动意外的发现了账单 以及登记在2022年当选的市长艾利斯郭门下的车辆 随后调查发现 郭市长竟然拥有该园区近一半的土地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同时发现 这名华人市长跟一个名为郭华平的华人的指纹相同 在2003年 当时十几岁的郭华平持中国护照来到菲律宾 目前艾利斯郭被质疑是中共间谍之后已经潜藏 警方无法执行对艾利斯郭的逮捕令 并且在他所有的已知住所都没有发现他 据美联社的报道 菲律宾有超过400家中国人经营的线上赌博机构 雇佣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和东南亚公民 菲律宾参议员表示 庞大的线上赌博产业之所以蓬勃发展 主要是由于监管机构的贪污和地方官员的收受贿赂 为了整肃清洗 小马克市命令在年底之前结束这些运营 并且要求劳工官员帮助为此而失业的菲律宾人 寻找其他工作 瓜地马拉内政部宣布将着手建造一座 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规划可容纳3000名囚犯 希望解决瓜地马拉监狱拥挤的状况 并且遏制黑帮分子 把监狱当成恶势力范围的失控乱象 瓜地马拉媒体自由新闻报报导 这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将建在距离首都瓜地马拉市75公里处的一座农场 预计将花费瓜币5.8亿元 约折合6亿人民币 今年6月份 瓜地马拉出动了600名警力 将名为小地狱监狱中的200名囚犯已监食 赫然发现 监狱里不只有各种家电用品和娱乐设施 囚犯甚至开辟农场挖水池 饲养包括鳄鱼 老鹰等野生动物来玩赏 把监狱当成了度假村 由于瓜地马拉监狱管理不良 狱方和囚犯勾结 监狱已经成为了黑帮另一个根据地 深入追查发现 小地狱监狱内的囚犯大多是恶名昭彰的18街黑帮分子 他们开设指挥中心 4街电话线架设光纤网路 还在狱中透过手机遥控帮派同伙在外绑架勒索 离谱行情复光之后 惊动了瓜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前往小地狱监狱视察 并且下令改善瓜国腐败的预证系统 而瓜地马拉邻国萨尔瓦多则更早的采取行动 由于近两年强力的扫荡黑帮 已经有超过8万名帮派分子落网 为了关押囚犯 萨尔瓦多去年启动了一座 号称全美洲最大的监狱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 监禁中心可容纳4万名囚犯 装设最高级别的安全设施 并且由近千名军警看守 确实发挥吓赌犯罪的功效 目前瓜地马拉全国有23座监狱 政府希望四年之内再见三座监狱 疏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 尽管联邦自由党政府承诺 要限制颁发给国际学生学习签证的数量 但是政府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批准学签的速度比去年更快 而签发数量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的资料显示 在2024年前五个月当中 加拿大已经发放了高达21万6620分学习签证 这一数字相较于2023年同期的20万0205分学习许可 无疑创下了新的记录 而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虽然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承诺 控制国际学生的学签数量 但是现实情况却与预期相左 政府批准学签的速度不仅没有减缓 反而变得更快了 加拿大在2023年的国际学生选拔中 显著偏向印度 印度学生获得了惊人的278,335分学习签证 是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的五倍 远超过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奈吉利亚 接着是菲律宾共发放了33,830分学签 尼泊尔学生获得了15,920分 2024年前五个月同样展现出类似的趋势 资料显示 1月份到5月份印度学生获得了91,510分学签 比去年同期的85,805分还要多 相比之下 中国学生仅获得了21,240分学签 而2023年1月份到5月份期间 来自中国的学生获批15,565分学习签证 今年的1月份 移民部长米勒宣布 他将对国际学生许可申请设置上限 预计批准的学签数量将约为36万份 获益比2023年少35% 米勒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设置的上限是根据2024年到期的许可证数量来确定的 考虑到20%的学生申请延期 米勒将2024年的目标定为60万06千份学习许可申请 和36万4千份批准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发言人拉里维埃对此事回复说 鉴于国际学生计划的变化 还没有迎来传统上学习许可处理最繁忙的季节 也就是夏季和初秋 现在全面评估资料和分析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 包括学习许可申请的接收上限 拉里维埃表示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今年秋季有多少新的国际学生跌达加拿大 包括各省没有使用全部配额 制准率的变化和年度内的调整 在住房需求日益紧张的现状之下 联邦政府正面临临时居民人数激增的挑战 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 2023年加拿大迎来了80万非永久居民的涌入 其中包括临时公共和国际学生刷新了历史记录 一年的增长使得非永久居民总数飙升至260万 随之而来的是租金负担能力 在不断的攀升和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 在为城市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同时 也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去年夏天的情况尤为严峻 不少国际学生因找不到合适的住宿而陷入绝境 联邦保守党移民评论员凯米克 将临时居民过多导致无法处理的问题 汇咎于特鲁多政府的9年执政 他说自由党政府首先允许腐败的顾问和虚假的教育机构 以虚假的借口将学生带到这里 然后他们承诺要解决这个烂摊子 并将其控制住 但是他们制造的住房危机越来越严重 情况也越来越糟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